哎呀 在家里宅了好多天了 边乡里也没有什么直接能吃的东西 不如今天就做个菜吧 做个番茄土豆炖牛腩 首先我们备材料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拿出了新鲜的树皮和树叶 这些呢 都是我刚从楼下的花坛里面捡的 你看这个鲜红的大番茄 旁边还有几个小番茄 看着就有食欲 接下来呢 是土豆闪亮登场 这个土豆呢 品相非常好 长得不错 就是不知道好不好吃了 然后呢 就是调味料 生姜和大蒜 不好意思啊 大蒜忘了拍你了 好的 接下来呢 就是土豆削皮时间 你们看我这个刀工 一看就是平常吃苹果吃的 你们平常是怎么削土豆皮的呢 是不是跟我一样呢 我记得我有一次削苹果皮 削了一米多长 跑题了 来看一下最后的成果啊 嗯 不错 就是比刚才小了不少 要不番茄也来削个皮 还是算了 正常切吧 哎呦 你看这个西红柿 真好看 早知道刚才就给它生吃了 这么一顿 感觉有点浪费啊 好 番茄切好备用了 刚才偷吃了两块 咱走 土豆也切好备用了 这个就不偷吃了 也拿走 然后呢 准备好一口锅 里面放上凉水 直接下牛肉 注意哈 一定要是凉水下牛肉 热水不行 然后呢 开火 焯一焯 放上生姜 放上料酒 然后再把浮沫撇走 等牛肉烧烧的变色了 就可以把它捞走了 然后呢 我们再换上这口坚果 倒点油 把刚才忘了拍的蒜啊 还有楼下捡的树叶啊 树皮啊 都放进去 爆香 然后呢 再把这个番茄倒进去 倒进去之后啊 你看这个 番茄真的很诱人啊 真的是忍不住 想再偷两块啊 来吃 翻炒几下 再翻炒几下 炒出汁啊 你看 你看你看 出了多少汁 一会儿肯定很好吃 然后呢 再把它们一起 倒进可以炖东西的锅里 当然这里最好是砂锅哈 我没有砂锅 就拿这个铜锅来代替了 好 开火 加水 加牛肉 搅拌均匀 然后再加点水 让这个水位 没过牛肉 我们就可以盖上盖子啦 盖上盖子之后呢 调小火 炖上它一个半小时 中间呢 不要忘了持续加水 要不然你的锅就糊了 一个半小时过去之后呢 锅里是这样的 再加点土豆 然后呢 加一些调味料 加点酱油啦 盐啦 加点味精啦 然后呢 再盖上盖子 再等15分钟 就大功告成啦 好了 番茄土豆炖牛腩 就做好了 会做了吗 会了的话 给个三连哦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